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此前披露 美国要求台军方的预防医学研究所 秘密建立研发病毒能力 开发生物战绩 对此 台防务部门9号发布新闻稿称 相关报道并非事实 台防务部门在新闻稿中表示 台湾方面曾签署禁止发展 制造 储存 取得 或保有生物及毒素武器 并避免其可能引发之毁灭条款 台湾始终遵照相关要求 绝不发展制造 储存 取得 或保有用于军事用途之微生物制剂 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 有关美国敦促台湾研发生物武器传闻 均非事实 虽然台防务部门否认美国施压台湾研发生物武器 但台湾联合报指出 台军方投入研发病菌 开发生物武器有迹可循 2022年6月2号 蔡英文到位于新北市的三峡阳明营区的 台防务部门御医所视察 当时已引起媒体猜测 民进党当局动机不单纯 随后 民进党当局在2022年6月23号 由时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主持秘密会议 台北爆料称 根据当日的会议记录显示 台防务部门表示 美国要求民进党当局 规划新建生物安全第四等级实验室 台防务部门已经完成规划 美方将针对部族或需改进之处提出意见 台防务部门还声称 P40业室是美国的要求 蔡英文非常重视 而在2023年1月 苏贞昌卸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前 又主持一次秘密会议 在该会议上 台防务部门改变立场 认为研发生物战绩 违反国际公约 表达不宜研发生物战绩立场 但会议最后 仅才是向蔡英文反映台军方态度 并为下令停止研发病毒 作为生物战绩 台湾联合报发文表示 现在的民进党盲目清美 不考虑人道 不在乎风险 一切以美国利益 马首是瞻 牺牲两岸人民利益 在所不惜 在美国施压下 秘密推动建立 研发生物战绩能力 这是一个失去理智的疯狂举动 民进党当局盲目清美 毁弃了违政者该有的良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